大家好,我是艾克札德 今天內容是查德利模擬器挑戰的傳說及難度 七位主角的單人戰鬥攻略合集 不需要諸神黃昏 先給大家看我每位人物的破關速度與目錄 這個打法不是只求快,而是先訴求照顧手殘 再要求破關速度,沒有太高深的微操要求 要求的是對每一位人物的了解程度 大家在看完後可再根據自己需要再調整 不過這挑戰的解鎖條件是全部28個古代物質劇情都過關 雖然前面有說照顧手殘 但整體而言戰鬥難度還是偏高的 所以建議各位先把遊戲破關 然後把其他比較簡單的要素先做完 比如破關後經碟的肌肉競技場會新增挑戰 有一些道具那時才能拿到 還有全部地區都探索完 以提升道具製作等級 好把原式護手做出來 哈爾摩世的支線技能書也先拿完等等 以上內容的攻略我早前都有做過 詳細請見我之前做的影片 哈爾摩世主線攻略我有在做 要點也是訴求照顧手殘以及兼顧破關速度 但還沒做完 因為感覺對各個人物還摸得不夠熟 所以先來研究單人傳說難度 不僅是做攻略 同時也是加強對每一位人物技能的掌握程度 就個人感覺克勞德與愛麗絲是最簡單的 尤其克勞德更是簡單到幾乎可以無腦打 所以就先從無腦投鐵硬乾克勞德流說起 裝備比較接近的幾位放後面講 第一站先按住方塊 克會自動衝進敵陣然後用回旋轉聚怪 接著大雷電用下去就完事 大家的第一站幾乎就是考擬之不知道怎麼聚怪或瞬間使出群體攻擊 會的話馬上就結束了 第二站有點運氣 賭白色之牙沒有用太強的招式 開戰後ATB增幅 使用真勇猛解放並且按住方塊讓克自動衝上去砍 因為特定攻擊打到敵人可以附加憤怒 強化自己攻擊與弱化防禦30% 在繼續命中會變成強化憤怒 圖示是有眼睛的獠牙 強化自己攻擊與弱化防禦50% 這是賭命的打法 但如果白色之牙能過的話後面都簡單 要點是ATB兩條後 不管有無上到憤怒都要用大雷電壓制敵人 因為有時敵人很會跑導致憤怒加不上去 這時大雷電是保命手段 不僅壓制敵人 還能補血 之前的失誤都能靠這點補回來 途中就是記得方塊按住才能附加憤怒 連打不能加 只要他沒出太強的招式 任克勞德怎樣損血最後都能勝利 消毒 消毒 憎恨號角須注意的是雙腳插擊有插入與拔出兩次攻擊 雖然我每次都被打但還是能贏,反正他又打不死我 這段我本來覺得打太難看想重路,但後來想想這段可以證明克真的能無腦打 而且又能兼顧破關速度所以就留著 各位在打的時候可以多加迴避與防禦一下 死神的話建議看到黃色範圍攻擊要閃避,因為這招最危險,之後再度開啟真油猛解放,其他情況都可以硬幹 就在用手,把東西都沒去,因為這招最大招會真的不滿意,因為這招最適合我們 看起來是否有點不滿意,所以就等於選擇 他被打到的,但又被打到的,但這招在狡猛的上司 不斷在抗爭,然後你再招待,然後你抓不到那招待,然後你殺了 算是可以,不斷在那招待,但就算是很遠的,但這招待你 鐵金甲最危險的是會一擊死的巨人之劍,一定要躲或者裝金防魔時候用精準格檔檔下來,其他招式都可以硬幹 你看我幾乎都沒在防禦,真的容錯率很高,當然你如果有檔下的話可以打比我更快 但是其他人就沒辦法像克這樣如此無腦了,要認真一點 一基本 buildup,不能動,要血都不足 破,要死的,去死的,無射無頭來的 - 凱特系的挑戰最難,因為最後兩關沒有方便的速攻手段,不過還是有破法,就是靠金房魔石金房成功後的粒劫傷害 用鋼鐵擴音器是為了讓石停更長,這邊需注意全體石停會少25%時間,敵人只有一個時要改用單體石停,而利用呼叫莫古力,莫古力爆炸,莫古力突擊這三招是本站重點,也就是莫古力線頭流黑暗兵法,在此為節省版面因此簡稱線頭 第一關分開兩次按住方塊,以進行兩次衝刺,衝入敵陣後用連招有機會全滅,重點是呼叫莫古力後有震到全部敵人,然後開始線頭黑暗兵法 沒死的用貓咪攻擊補刀,運氣最爛會三個都沒打死,只好多花點時間 第二關有點運氣,往後退以引誘敵人彼此接近,算準時機全體石停,ATB增幅,最後用大火焰與貓咪攻擊解決 若只能打死一個,另一個等他可以動後再丟單體石停,用線頭解決 第三關的蝎子先丟暴雪打出HIT,ATB增幅,往後退再用中火焰 呼叫莫古力連打羽防禦 打出Burst後單體石停,以莫古力全擊打到200%傷害 按三角使用撞擊,然後有ATB就馬上消耗,用線頭打死 第四關的森林獠牙開始搖丟緩慢,讓敵人出招次數變少,ATB增幅後嘗試金房 他主要是右爪剛舉起時就按住防禦,然後呼叫莫古力一直苦攻與金房 我雖然沒全部金房到但也足以擊敗,可以把鏡頭轉到方便看右爪的角度以判斷金房時機 暴力 就下了,會不會回的 就下了,會不會,會不會 快BURST前開加速,BURST後時停 他血比較長,所以建議打到280%傷害再按三角撞他 中間補一次時停,最後線頭解決 第五關的精神吸取者打法類似森林獠牙,一開始就丟緩慢再交莫古力 他普攻分左右手,左手比較快,一出招就按防禦,右手等要編下來時再按防禦 我雖然很多次沒防到,但這也證明這打法容錯率還是挺高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什麼一定要每一招都精防,否而精防還是能過關 若消失表示要出大招,出現後趕快跳機,安全了再回莫古力身上 他有時會一直後退,要跟上去一直K 快BURST前開加速,終於BURST後便勝利一敗 配合時停加拳擊打到280%傷害,按三角撞下去,最後莫古力一直線頭就結束了 去除雌有時停止! 才んぱ物很問題 既然會 GET更 Config 出零月線友期待 召唆有時有敗 我看有趣 我等等 我看有缸 我看有趣 我看有趣 接著說明艾莉絲,她的魔力很強而且支援技能使用性高,我認為是第二簡單,要注意屬性裝在武器欄才能附加屬性攻擊,裝在防具欄會變成防御用,後面幾位不再敘述此點。 第一站全體大爆血直接結束。 第二站停止,ATB增幅,射魔法陣,閃光魔法陣後一直攻擊到陰陽行動。 然後大火焰用下去,最後建議用吸魔,武功有時打的死但這一次明顯太慢。 第三站先放光之盾,ATB增幅,射魔法陣,普攻,由於普攻帶寒氣屬性,會刺激白慕斯變耐兵模式,兩個都變而且ATB兩條後大火焰下去就完事了。 若還沒死可以用吸魔。 百木怪先消除護盾,ATB增幅,閃光魔法陣,普攻。 打出Burst後單體中爆血,最後吸魔與普攻。 最後一關燒男,先勝魔法陣然後單體中爆血,普攻後再一次中爆血。 然後再補幾發普攻應該就Burst了。接著神聖續機,閃光魔法陣,普攻一直打到兩條ATB。 單體中爆血,插一下普攻再用一次單體中爆血。 因為兩發中爆血連用可能會有打不到的詭異Bug。插個普攻保險點。 然後他就第二次Burst了,放停止。 方塊按住放出風暴,普攻,ATB快滿10單體中爆血。 神聖續機到2後開大,還不死的話補幾個中爆血就結束了。 接著是巴雷特。武器要選武功魔攻都高的。 大口徑槍、法弗納槍和高聲嘶吼都可以。因為武功魔攻的總和都很接近。 接著武器藍藥裝屬性和這一戰能刻到最多敵人的魔石,以及配合敵方招式魔石的因素衝擊。 因素衝擊可以同時強化武功魔攻,可以提高原本沒有屬性的攻擊的威力。 後面幾位人物的戰鬥大都有利用到這個設定。 但因素衝擊的時效比單純放勇氣或信心時還要來得短,所以要晚一點再用。 第一戰衝進敵陣用大地重擊巨怪。馬上ATB增狐並且零距離射擊就結束了。 有漏網之餘在補槍。如果漏太多建議Reset。 你如果武器沒有利用屬性魔石的設計,這一關沒辦法這麼快過。 第二戰先額外彈藥。ATB增幅。放狂暴。讓敵人防禦扣30%,攻擊也會加30%沒錯。 但是巴雷特是血流所以沒再怕。再來用猛烈槍擊與普攻累積ATB。 途中可以補防禦。有ATB時依序使用靈魂爆發。因素衝擊。大雷電。 補普攻打出Burst。ATB若有滿仙用滿槍怒火。再猛烈槍擊。再滿槍怒火便結束。 連敵人防禦扣36次攻擊。 全是敵人防禦扣47次攻擊。 第三戰比第二戰簡單,把大雷電改成大爆血就差不多了。 第三戰比第二戰比那對抗是差,還會被敵自己的戰利。 第四戰比三敗,打敗這對抗戦 bater、大雷電式。 第三戰比兩敵,你還是要去打敗。 第二戰比最後比第二戰比的還要反駁。 第四戰的烏龜有簡易打法,先額外彈藥後ATB增幅,放中火焰打出HIT,不能用火焰,會打不出HIT,接著猛烈槍擊,普攻,ATB兩條後爆燃射擊,再普攻,打出BURST,途中我是覺得不太需要防禦,因為受傷可以累積極限技,越早打出BURST越保險,此時狂暴,靈魂爆發,因素衝擊用下去,之後的ATB與猛烈槍擊先保留 等他站起來甩前腳後再放中火焰,打出一套BURST循環,不能太早放中火焰,不然打不出HIT 第二次BURST後就可以滿槍怒火大放送,甚至用極限技打死,如果這時還打不死,那ATB就保留一下,因為要打出第三次BURST是很簡單的 第五場最麻煩,因為地獄騎士VR2有個雷射攻擊會麻痺,一麻痺就很容易輸 不過有個簡易判別法,就是多在有黃光後的技能使出,那時可以先防禦,沒有用出來再繼續打 這一戰比較要求中間多穿插幾次防禦,一開始額外彈藥與ATB增幅後,消除護盾 之後狂暴,大爆血,停止 一後再用靈魂爆發與音速衝擊 打出BURST後猛烈槍擊與滿槍怒火,最後再擋住攻擊後再反擊即可勝利 DFA利用石亭比較輕鬆,塔羅牌可以延長石亭18%,比毛爾波爾換光球改的15%更好 sommely,球隊已經全速了出版。 於是仔插幾次防禦級,現在沒了解 也沒了解,最後8%回很前後除어서2 希望可以不得破千點 第一站ếuATB增幅馬上鬥氣換光球連發 然後按一隻三角出爆裂拳與強打可以很快結束,但有時敵人會飛到旁邊,那就只好慢慢打 第二戰的殺手烙印很簡單,ATB增幅後馬上停止,用密技解放破 ATB兩條後可以連發三次鬥氣換光球 Burst後三角連打,倍率180%後用加快節奏,最後下壓梯 第三戰的積德G最難,因為不吃緩慢也不吃時停,要在驚嘆號技能,比如哥布林全擊,防禦瓦解等等 要在近距離閃躲再反擊才會hit,我們先用ATB增幅與密技解放破,然後保持一點距離 普攻打過來時按住防禦可以金防,可惜我第一次沒防到 接著打幾拳並且拉開距離,他第二次普攻後音速衝擊 然後注意驚嘆號技能何時出現,閃過後馬上反擊使他hit,就可以開始鬥氣換光球連發 比較建議ATB兩條後再連發,不然他掉下來就會結束hit 還好我有躲過下一個驚嘆號技能所以可以繼續打 Burst後打法通前,但是後面再加密技解放,爆裂拳與下壓梯 第四戰的太古魔像不好打進hit所以就不利用Burst了 但至少吃一次時停所以簡單很多,打法跟殺手烙印很像 就是時停後先用音速衝擊再用鬥氣換光球,這樣子可以比較快 寫一半後比較Burst後的打法伴領 第五戰的假把握客反而更簡單,因為可以吃三次時停 我這戰因為是第三次看到他,經驗不太夠所以失誤有點多 但比照太古魔像辦理即可,而且他更好扣血,所以Burst後更簡單 不放心的話可以加個時停再打 在這一次,都是偷失的,會繼續看 出手,待下,招開,招待 有些人可,招開 我創造時間最少大,招待 這次,... 有些人可,招待 無數身可,招待 有些人可,招待 有些人可,招待 很久不足 赤虹主打一个愤怒快攻流,因为在经计算过后有足够的容错率,赤虹虽然平时输出不是很亮眼,但技能在特定组合后还是不错的 第一站ATB增幅后星辰射线就结束了,如果ATB不足,普攻几下再星辰射线,或者干脆reset 第二站是巨矢相怪,ATB增幅,急速,停止,普攻,音速冲击,星辰射线 他可以动并且ATB有一条后再度停止,星辰射线,最后普攻或回旋利牙扑刀 若被他喷到水导致悲伤状态也不用担心,打法一样 第三站的巨蛙是本挑战最难,而且只能两次时停,但有简单破法,ATB增幅后急速,赶紧按住防御不放,被打后赤虹虎跳起来 这时按方块可以反击并且累积还极亮表,接着再防反一次,确认他还在地上时丢停止 按三角开启还击模式以提高ATB与输出,接着音速冲击,普攻,星辰射线 他可以动后再度停止,星辰射线加普攻打出burst 重点来了,两次回旋利牙,最后月牙找急,若依然没死在普攻古刀 第四站的猎狐利孔鸟打法接近巨石像怪,但是血比较多,好在可以给三次时停 所以就是确定可以打死时再用几次回旋利牙,若有累积到还急亮表 最后一集用缓击模式的月牙找急会更好 三角冲击模式的月牙,一 quil页,就能让追杀 是个确认不之前,准备了,真是一把三角穷,就是起来 是个确认 possible时,就能下车气滑 慌張! 踩到煙火! 最終站的大毛爾波爾不能時停但反而簡單,別中凑奇就行。開戰後ATB增幅, 往前按住方塊以迴轉前進,普攻擊下後繞到側後被繼續打 用星辰射線把臭嘴打爛進入HIT,因素衝擊 他要轉頭時按住防禦故意被挨打然後反擊 使用星辰射線並且進入還擊模式,之後一直普攻和星辰射線 打進BIRST後回神利亞,確定能打死使用月牙爪即便結束 這次的結果 由非有個屁孩搶奪無限段,而且需要三格ATB的疾風迅雷很強 為了使出這招,飾品一定要是海盜王的羅盤 其效果是使用五種不同的需消耗ATB的行為後 ATB變成三格,之後一直用ATB可以保持三格狀態 所以後四場戰鬥如何排列使用的技能很重要 不過大同小異,還有搶奪物必要設置在快捷當中以方便戰鬥 第一站的怪物怕兵,馬上丟手禮劍 飛到怪物群中間後用旋風,再旋風一次聚怪 ATB增幅後馬上中暴血可以全清,沒死的再補刀 第二站馬上ATB增幅,緩慢,快被鬼排打時務所雲霾 有躲到就橫補,馬上開分身,停止 丟手禮劍後回收可以迅速接近,再丟一次並且連續普攻 有ATB實用搶奪,大約每普攻無下搶奪一次 可以讓尤飛保有ATB並且一直在空中攻擊 手禮劍一定要是丟出去的狀態,這樣子才好打出Burst Burst後急封迅雷,再發血鬼退散基本上可以勝利 第三站ATB增幅後一定要用免疫,就不怕深找 第三站ATB增幅後一定要用免疫,就不怕深找 便衣雷力右手快打過來時務所雲霾,停止 分身,對右手用搶奪無限段 若被爆炸炸到不要緊張,用搶奪就能再度衝過去 打進HIT後要留一點點Burst值,等使出濃霧再打進Burst 沒有用濃霧的話到時會鎖三分之一血不給打死,很麻煩,一定要等 Burst後急封迅雷與鞋櫃退散,若還不死可以補普攻與石亭 第四站的龍仙ATB增幅,大爆血,丟手禮劍後收回以快速接近 退後咆哮後再度接近,停止後開始搶奪無限段,Burst後打法痛前 是出荷水。因此COB7特別 Kenny 接近前歪,可だ千歩,留手後退出 不討題、木神作臺,也 worldview局 如果那輩之把有將在中-忍部有關管zip disastrous提到一壓力 接近确警 electrons,跡力就能攻擊 怪利射手,B斤後退出 當然利正場出 troisième 抗急射以前是3人勢 經本事哨著,敵在高峰身跟客奪奪就結束 超帬萵,銀 znajdu怨真的 第五戰帝王組鳥,ATB增幅後馬上停止。 開分身打翅膀,途中忍術轉雷屬性,風靈火山,但要留第二個翅膀一點血,時停結束後再打爆才能阻止最後之歌,不然只能等死。翅膀在時停時就打爆無法阻止最後之歌我感覺是Bug,很奇怪。 接著停止,開始搶奪無限段,他想逃就利用搶奪繼續打到天上去,只是由於他血比較多,接下來Burst後建議要多上時停,還不死的話繼續搶奪無限段。被打不要怕,搶奪一直用下去就能勝利。 Bugn família機構造成、控分核兵自動的快速迷手。 três了 Pusida Bu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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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欣賞